搭配傳統歌謠 小舞者們透過肢體展現出阿美族傳統舞蹈的 立於美 臺東上舞團學院與楚雲文化藝術團共同創作的舞蹈作品 馬克巴海 十一月底將在臺東演藝中心演出 希望透過跨界合作方式展現東部多元族群文化魅力 我們一直在想說怎麼樣讓臺東能夠創造另外一個多元的一個模式出來 我們可以學美國的舞蹈音樂 那何場我們不在臺東在地透過專業老師的一個訓練 那我們怎麼樣結合部落的元素跟專業可以讓他創造出另外一個形式來 阿美族舞蹈是我來臺東的時候是第一次接觸到 然後我就覺得怎麼這麼美的東西 為什麼外邊都看不到 那是我第一次 但就覺得說充滿了好奇 就是說為什麼他的一些舞步很特色 然後他的節奏也跟別的舞蹈不太一樣 上舞團表示馬克巴海這支舞蹈 日前在北京舞蹈學院所舉辦的青少年組舞蹈比賽中 獲得金獎的肯定 希望藉由舞蹈演出的方式 呈現臺灣原住民文化魅力 也讓孩子們能透過舞蹈認識文化 我覺得跳這支舞的時候 他跟臺灣族的舞其實差很多 就是阿美族的舞蹈就是很活活 阿美族舞蹈身體就不能那麼僵硬 就是身體要放鬆一點才可以跳得好看 所要表達出來的一個 告訴大家我們的這個文化 讓更多人認識 然後也希望有更多的一些舞蹈專家 看到了也引起他們的興趣 能夠更多人來挖掘 然後把一些很多的一些目前就是說一些沒有被開發出來的一些東西 舞團表示11月底將在臺東舉辦大型演出 明年也計畫參加臺灣舞蹈世界盃比賽 希望表現臺灣多元族群特色 也讓原住民文化能呈現不同的藝術定位與價值 原始新聞文章的臺東市才能報到 期間實際上